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 坚决声讨美国北约对中国人民的犯罪 发扬五四革命传统 维护祖国和民族尊严 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请看报道 今天下午四点半 北京十多所高校的数千名大学生 迎行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名前 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的暴行 进行强烈抗议 对我国中南联盟大使馆进行轰炸 这时我中南联盟外交人员死伤 并使我使馆建筑严重损坏 我们感到极大的愤怒 自三月下旬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 不顾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选择 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对南联盟国家的内部事务 采取军事干预行动 严重破坏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给南联盟人民的生命财产 造成巨大损坏 我们对以美国为首为主的 北约部队的疯狂暴行 提出最强烈的判约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 倒行逆施 以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 践踏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爱好和平 人民的良好愿望 这是人类社会的悲剧 中国大学生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我们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执弱 中华民族却不须地 放尉和平 放尉和平 他们是踢着人皮的狼 他们在这种维护和平的美好的万一下 却在不断地侵略其他国家的人民 他们真正目的就是要霸占整个国 整个世界 他们觉得自己是老大 我们不能容忍 我们觉得世界人民应该寻求自己的和平 我觉得北约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这种捍卫世界和平 他们这种说法 维护人权 是一种非常虚伪的方式 简直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我觉得他们所谓的这种人权 所谓的这种正义 完全是一种强权 是一种霸权 非人道的非正义的 否则不可能有前男和克罗 大量的难民伤亡 也不可能有我们中国使管 使领馆人员的伤亡 所以他们赤裸裸的 激烈的警警 我觉得应该受到 所有的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我们对美国为首的北约 这种践踏人权 侵犯主权的行为 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我们希望呢 第一是停止战争 我们需要的是和平 第二对这种 在别国领土上 发生这样的战争 对我们中国 这使管轻轻炸 这个轰炸 实际上对我们 实际上是对我们的领土 和主权的一种侵犯 我们绝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 我们觉得呢 应该这个行动 非常一个分采 那么作为普通的中国学生 我们觉得 那么北约也好 美国也好 首先要停止训练 要承担他们造成的一切后果 要向全中国人民 向全世界而后 和平的人民进行道歉 同时要承担一切 所造成的侵略后果 人民发挥世界和北约 和平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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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他口口声说保护人 他实际上正在践踏世界的人群 这是什么 八卦主权 白瓦主权 白瓦主权 主持正业 主持正业 严重认 北瓦主权 别胜北约 别胜北约 回我自动 白瓦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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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白瓦主权 和平获胜 白瓦主权 江州道德 金严重 背负风平 白瓦主权 让江川河主 赛川河主 一 和平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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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获胜 白瓦主权 我们以后别整身手 和平获胜 把平获胜 和平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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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们还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书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在北京大学生游行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的同时 北京部分群众也聚集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 对北约的罪恶行径表示愤慨 请看报道 今天开车路过亚宝路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的 我把车放在那以后马上我就跑过来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非常悲愤 我觉得美国北约这个炸我们大使馆 就是对我们中国民共产党的取决 我们不能容忍 记者看到紧挨着美国大使馆的秀水街 今天显得十分冷静 有店主告诉记者 他们是在以关门的形势表示抗议 我心里很气愤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在做生意的买卖的 我说我们中国让美国人亲自要来 控制到美国霸权作业 店全都关门了 这是一种抗议 我们大家就是说抗议这种 美国这种霸权的行为 我因为美国中 因为他是老大 我们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次电视台报了 我们有两个记者已经死亡了 还有两个已经死中了 作为中美人感觉很痛心 因为自己同胞在国外 据你知道 就是说我们的平常百姓 已经把自己的生意店关门了是吗 对 就是抗议这种行为 我非常伤心 好 谢谢 就是今天出发 小朋友您 我想问一下 你对今天这个事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 我觉得他们就这么欺负人的话 我们绝对不会原谅他们的 我认为美帝国主义和北约集团 是完全违背国际惯例 你这个国际惯例也不允许轰炸大使馆 这个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和愤慨 特别震惊了 我说美国也太不像话了 它成了世界的强盗了我看 想轰炸谁轰炸谁 你这还了得 我觉得现在联合国 联合国大还是北约大呀 是不是想像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啊 我想就这样 美国想当世界霸主啊 我一样都特生气 我出了这看看这报纸 那我是非常气愤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 对美国炸了我们的使馆 就等于侵略了我们 我们应该从政府也好 从我们这个群众也好 我们是坚决的抗议 非常愤慨 美国为首的北约 悍然发动 这个对南萨夫一个主权国家 侵略以来 对国际社会的右翼挑衅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感到十分的愤慨 我们强烈要求美国政府 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做出正式的道歉 并处理好善后工作 要负责赔偿一切损失 并立即停止对南萨夫的空袭行动 结束战争 这个捍卫和平 我非常气愤 我们中国是绝不让受这种侮辱 这对世界是一种 人权是最大的防治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今天晚上 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清廉的部分委员 举行座谈会 谴责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 他们向在轰炸中死难的三位记者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并对北约悍然践踏国际法轰炸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使馆 表示了最强烈的愤慨 今天正好是公休日 我们正在休假 在享受着和平的环境 安乐的生活 可是忽然听到北约轰炸了我们的外交使馆 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气愤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是战争的罪行 我们强烈的要求严惩战争罪犯 他们完全撕下了虚伪的人权的面纱 他们隐藏着背后的猙獰面目 今天昭然若是 这种虚伪的表现 残忍的行径 终究要载入历史的恥辱柱上 我觉得死去的是我的同胞 也是我的姐妹 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特别难过 再好我是做企业的 我觉得今天更深深地感到 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也能够站起来 而且能够在经济战场上取得我们的胜利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7号深夜